美国台湾会馆老人中心举行庆祝农历新年的联欢以及会长的交接 热心服务的现任会长胡庆祥获得联任 他感谢会员的支持 未来将继续为乡亲服务丰富老人家的生活 而出席的贵宾则肯定胡庆祥多年的贡献 也送上新年的祝福 今天是我们台湾会馆老人中心新的会长交接典礼 那么因为这个会长是联任 所以我们很高兴 那么接下来有三位副会长 大家都很能干很爱这个会馆 顺便也庆祝旧历年大家聚餐 所以我恭喜大家心里平安日日是新 现在在这里谢谢所有的前辈妹妹 老师大家的爱在 所以个庆祥一定会把老人中心台湾会馆 带到国际化 为我们中华民主的国民 我们大哥大姐妹来打兵 老人中心做了很多服务我们桥舍起老的工作 对我们桥舍的起老照顾有加 我相信这样子凝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像让我们所有的台湾起老 到了老人中心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在这边我们很高兴跟我们所有的台湾中心的老人们 起老们一起过新年 共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就在典礼简单隆重 胡契翔表示台湾会馆老人中心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欢迎乡亲常常来参加活动 更满足他们的需求 纽约台北经文处组长周靖中 以及纽约市议员顾雅明都赞扬 老人中心对凝聚乔星的重要 现场有200多位社区人士及乡亲来参加 提前欢度农历新年 也为一二月份的寿星庆生 气氛非常热闹